他是音乐治疗师 岳家韵 2009年创办了 乐音乐艺术治疗教育中心 中心里 九成的歌案都是 自闭症的小朋友 透过音乐治疗 让他们能够过着 平凡的生活 把无视界的行为 转化成有意义的活动 那些触觉的需求 你把它转化成 一个乐器的引导 是不是它就变成 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这个活动不但他自己快乐 听到的也很快乐 就从来抽到按钮 然后你看 钢琴巴巴的借银 再按一按钮就抽手 音乐出来的话就是 就它会有非常多旋律 可以是 就一些声音 可以让你就 有一些感觉 可以让你感觉开心 可以让你感觉悲伤 或者是让你感觉感动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透过音乐 能够帮助情绪 找到一个出口 建立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它 找到一个安心方式 以及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做这件事情 我很快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找到的东西 那它如果原本没有口语 而因为有音乐的 这样子的异扬顿挫 而它讲话可以流畅地讲 然后这个声调 大家听得懂 是不是也是帮助它 对人际的沟通 对 或是说它tempo就是mind 它因为音乐的这个节奏 它感受到 让它可以感受到快和慢 它的行动和这个连接起来 是不是对它来讲 它做事情的完整度会更好 其实音乐就是存在在这么多地方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